今天史哥来教大家如何风容 因为有粉丝在问史哥 哥 哎 史哥 我给家里的兔兔 草 它吃得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它就是喜欢啃啃啃 大家要知道一点 草吃得好 首先满足了我们小兔兔的什么 满足了它的一个生存的需求 但是呢 它除了生存需求以外 像人一样 它也有精神上的需求 因为大部分的家养的宠儒兔兔呢 都居住在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空间里面 尤其像我们饲养员早上要去上班啦 或者上学啦 很长一段时间呢 兔兔都会比较无聊 所以在精神方面得不到一些满足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给兔兔去准备一些风容的一些措施 首先呢 我们可以给兔兔准备一些风容的玩具啊 比如说像这种小的可以啃 可以玩 可以咬的一些小的草边玩具啊 放那些零食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用一种叠叠碗 叠叠杯 修炼它的嗅觉 并且它可以发泄摇一摇 也可以这种挂在笼上的一个草球灯笼串 也可以去肯杨肺炼 抱着它玩 那么草棒呢 也是可以给它丢在笼子里面 让它啃一啃 一边旋转的 一边去摇一摇 因为手很紫 会非常会精神的 然后像这种苹果汁的串串呢 也是可以给它去达到这个风容的效果 那其次呢 你还可以去给兔兔笼子里面准备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固定在铁架上的这种盘子的架呀 或者说那种草窝的窝呀 隧道呀 都是可以让兔兔在它固定的环境里面 把它快乐起来的 最后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家长呢 也可以给它接一个二胎回家啊 多一个小兔子陪它一起玩耍 这样子的家 在一起就可以精神上得到一些满足 那如果说不允许的情况下呢 或者打架的情况下呢 那么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饲养员 能够多花点时间陪你的小兔子 多玩一会儿 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精神上的满足 你学会了吗 点赞 收藏 分享 谢谢大家